不止是遗忘 现在东城的多家门店 都出现了消费者退货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要紧急处理一下 晓晓 我觉得 这个事你还是暂缓一下 等董事长回来了再处理 可是 孟总监 这个事情你好像关心得有点过分了吧 难道你们公关不就没有别的事情 可以做了吗 我也是担心公司的形象受损 还是两位董事想得周到 那我们就等董事长回来之后 再做权衡处理 先告辞了 喝酒喝完了 给我们喝一杯啊 还是等董事长回来之后 我们再好好喝 告辞 没给你面子 来 喝酒 好 通知各门店啊 有想退货的要原价退还 另外要再联系一下商场保安 控制好秩序 千万不要发生踩踏事件 好 立刻联系鉴定师到各门店去 被消费者提供无偿鉴定 还有一个啊 控制好媒体 我立刻去办 来 这是怎么搞的 我们反复验证过了 设计原理一定没有问题 对 而且欣燕前几天 还一直强调说 这个借拖的稳定性 如果加工没有问题的话 怎么可能待一天 就拖钻了呀 是这样 联统监 这个借圈我也检查过 没有变形 应该不是外力导致的 但是 好像这个解脱的加工过程 不太符合标准 工厂那边是谁订的 出厂后的检验是谁订的 是我来着 这么明显的误差 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啊 不是 工厂那边说 一次量太大了 他们没办法全查 只能够抽查 这是借口吗 叶小金季度奖金取消 为什么 干吗 你还想赔偿公司的损失对吧 丛总监 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 扣我的奖金吧 好 你们三个一起扣 董事长 您回来了 我还没有回来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一望掉钻的退货潮 这几天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对 你们财务那边可退的款项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充足吧 是是是 董事长 这个资金确实特别不充足 您放心吧 我这就布置下去 再见 这系统里面怎么还有那么多退货的单子 还没走流程呢 妈姐 总监说了 现金有紧张 先可别的款子走 那怎么行啊 要不赶紧退钱 那门市退货的人 那不得打人呢 妈姐 又打不到咱们的头上来 管他干吗 那这单子怎么弄啊 妈姐 听领导的 就这么弄吧 烦死了 去去去去 妈姐 这个给您充个卷 这个 去去去 这么多单子 哎呀 确实是驾动机出的问题 那怎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问题呢 我始终不相信这会是我们工厂出的问题 建厂几十年了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而低级的错误 现在没有出库的戒指还有多少 一百五十万 行 孙厂长 那您带我去库房 我要一一查验 好 这边走 你电话里说找我有事 到底什么事啊 坐 坐啊 哥 我是来跟你坦白的 背着你做了一决定 你又对财务系统动手脚了 对 我又黑进了财务门的系统 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长大 我自己不读大学供你去读书 我辛辛苦苦把你送到加拿大 就是想让你做一个网络世界里的黑客 鬼鬼祟祟见不得人 哥 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想帮你 不用你帮我 王总监给你挖了一大坑 我怕这么下去就把乙万的牌子给砸了 什么 谁给我挖一坑 王总监 乙万刁钻的推广流程全部在系统里堆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王总监收益先审批其他牌子的单子 乙万的单子一个都不懂 我担心这么下去 那些愤怒的顾客 因为不能及时得到退款 情绪就失控 事越闹越大 到时候整个场面就失控了 哥 我做了一个小程序 如果你同意的话 明天一早 以外所有的单子 都会优先审批 自动退款 我知道这个牌子对你的意义重大 我不想你浪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 从小到大 都是你照顾我 我现在 都记不清咱爸咱妈的样子了 当然我记得 小时候别人欺负我 你帮我打架的样子 我记得 你四处奔波为了咱俩的生活 回来累得躺倒在沙发上的样子 我真的长大了 我想替你分担一点 哥 行 在这儿吃饭吧 我先给你做点饭 好 全部都在这里了 你慢慢验 好好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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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给你 исп扣 version 我想教我 对你 mpf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这是什么情况 我刚走几天 怎么出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的明星产品 以望灵溪系列掉钻 还是多起掉钻事件 现在这事升级影响了以望 更直接影响了东晨在消费者 心中的信誉 董事长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 解决这件事情 处理 林总还不知道吧 东晨门店现在已经被那些 退货的消费者占领了 事发至今天 本市东晨各个门店 已经发生了一百一十七人次退货 我本不想规则于某个人 但是灵溪系列 从设计 生产到销售 都是林总一手主持 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 林总 你难辞其咎 我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钻戒掉钻 也不是什么新型的事 而且也不是以望品牌 所有的钻戒都有掉钻的现象 现在事情正在调查之中 我觉得在没有查清这种事实真相之前 就问责 望下结论 我认为为时过早 那林总你觉得 什么时候才是你认为的合适时间 是要等我们公司的产品 全部名誉藻地吗 我认为等把这件事情 查得水落石出的时候 再做结论不迟 林毅总经理 你用力用错方向了 现在当务之急 不是去揪出那个 子虚乌有的幕后主导 而是要平息事态的发展 我建议立即召开 媒体发布会 宣布林毅总经理 因工作不当监督失责 以望品牌的设计 生产过程中 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免除其总经理职务 或许这样才能挽回 公众对我们东城的一些信心吧 我同意 我同意 我同意啊 张董 你有什么看法 发生这种事情是我们在座的 谁都不愿意见到的 但是临阵换降 恐怕不多 那就暂停林总的一切工作 直到事件彻底查清楚为止 即可收下 好奇怪啊 好奇怪啊 全部都没有问题啊 嗯 那为什么呀 顾小姐 你好 你好 这是各门店下下的处事 您需要查验一下吗 哦 好好好 那您放这儿吧 好 来 好 孙厂长 发现问题了 坐 对啊 不对啊 虽然材料和开模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工厂生产的 来 你看这枚戒指 虽然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这个质量 这个工艺 完全就是小作坊生产的呀 孙厂长 您先别着急 我查验了厂里库存的一百五十枚 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刚刚从门店推回来的 一共四十五枚 里面有五枚不对劲儿 如果您说 这个戒指不是您门厂生产的 那 难不成是调包 快去把门店推回来的所有首饰 全部封存 马上报警 好 詹姆斯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问一问 灵溪有没有通过展会的审核 灵溪没有问题 是您的品牌有问题 听说 归根丝最近有一些大麻烦 其实那些都是非常好解决的小麻烦 调转不是问题 消费者的信任才是问题 以往调转的事件 我相信是有人可以放大 詹姆斯 我不希望这么一点小事 使你失去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不 我们的团队考虑的主要因素不是这个 我们还是认为 归公司的设计团队过于年轻 所以 虽然没能与林先生的一半合作 但是我愿意做你的推荐人 H2A 国际珠宝设计大赛 这次的举办地在香港 我愿意作为灵溪的推荐人 把你们的灵溪介绍到评委会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我检验了我们加工厂里的一百五十枚库存 没有一枚有问题 但是从门店里退回来的四十五枚里面 就有五枚有问题 非常容易掉钻 经过孙厂长的检验 这五枚容易掉钻的 都不是我们工厂生产的 虽然说它的开膜还有材质是一模一样 但是做工非常地粗糙 一看就是小厂所为 所以这一次的掉钻事件 我们怀疑是有人故意掉包 故意栽赃给了一万 向林总汇报了吗 还没有 一回到公司 我就先到您这儿了 跟我来 林总 情况就是这样 顾兴岩在现场亲眼看见 没错 现在工厂已经报警了 我们怀疑戒指 是从出库运输到门店的途中 被人部分调包了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在公司内部 成立一个专门调查的小组 就算小组跟公安机关配合 要想查出案情的真相 也得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眼下我已经被停职了 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灵溪的设计都出来了吗 方案已经有了 还在甄选 选最优秀的 马上拿出样品 明天交给我 明天 灌呼着东城的未来 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没问题 灵溪的样品抓紧落实 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吗 公司采购不提供的原材料 质量不过关 外包采购的话经费又不够 需要多少 大概五十万吧 大概五十万吧 你去准备商场吧 钱的事我想办法 好 董事长 董事长 来 谢谢 来 来 时间到了 咱们开会吧 好 开会 开会 有什么事啊 林总还没来呢 不到就证明他弃权 今天的股东大会 就是关于亚盛收购东城仪式 好 会议室正在召开股东大会 商议亚盛收购东城仪式 哦 知道了 进来 老子 老大 我查了日程啊 我确定以及肯定 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董事会通知 您看看 哦 完了 不是 您不上去开会啊 不去啊 您就是 啊 有事 很危险 好 我 幸好 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 行李收拾好了 我再催一下顾行业 出发 来啦 你们还帮我准备早餐啊 其他忙我们帮不上 后勤至少得跟上啊 欣妍啊 你那个样品交上去了吗 交了 欣妍 太陽 你怎么来了 你一晚上没回微信 我有点担心你啊 我这是在工作 所以我就没有话 你好 你还记得我吗 我想起来了 你是报销发票的一个同事 对对对 就是我就是我 欣妍啊 你们早就认识了 当然了 她就是我一直跟你提到的摊友 就是她呀 你也不是总给你介绍 我认识认识吗 现在介绍也不晚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好同事叶晓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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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为我们的友谊要追溯到加拿大了 杰奇 还有 然后剩下的都是我设计铺的好同事 那 那位叫敏铭康 你好 杰奇 你好 对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昨天一直在加班 加到现在 手机就没有看 所以 加什么班啊 灵溪的新样品 董事长 这是明天签约仪式的发言稿 请您过目 可以 就这个吧 好 听说 我们的林总经理已经去了香港 这 他去香港干吗 总经理不干了 他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正好去散心 散 散心他去泰国呀 就算他在上海也没用 抽手东城那是董事会的决定 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袋子都准备好了吗 什么袋子 当然是装钱带袋子了 准备麻袋啊 怎么会这样 冬城为什么要被卖 真的假的 那咱们以后怎么办 别添了 别添了 这外边天气好好的 怎么就变添了 我说夏青你就不能聪明点吗 董事会决定出售冬城 连日子都定好了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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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你现在就要是 董事会冬城 给你 真没想到啊 你说要是被解雇了 去哪找工作啊 你解雇就解雇了呗 就找工作呗 换个工作换个老板而已呗 怎么不行的 你是小年轻 那马姐我有孩子要养的呀 什么也不成功 没问题啊 马姐 你看他们上哪找一个人 代替你的位置啊 也不行的 你这工作经验呢 哎呀 那也不行了 好了好了 我们得过钱啊 对 你这工作的用户正好 请您收拾 林总他还是不接电话 明天亚盛就要跟东晨签约了 这个时候怎么能失联呢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听天由命吧 谢谢 学乡 今天挺漂亮 我们坐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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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押上的代表到了没有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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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好久不见 有失远迎啊 快来里面请 辛苦辛苦 好好 来 您这边请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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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颜 你说这到底怎么办啊 押上的人来了啊 这来的到底是唐呢 还是唐呢 新颜 好 谢谢 林毅不在啊 人去香港呢 不知道该什么去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放心 股东大会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 同意出社 他一个人 翻不出什么大了 那就好 董事长 那 现在就差林总没到 我们是要再等他一会儿 还是现在开始 不用等了 开始吧 好的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久等了 现在我宣布 亚盛集团收购东城集团签约仪式 现在开始 让我们有请 亚盛集团代表姜荣先生 有请东城集团董事长李卓然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拨打的拥护才是无法接通 妈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辛苦创建的东城 就这样被卖给别人了吗 不用�edel十 请等一等 这是有个人 你说这人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个人 这事啊 这事啊 对不起 姜总 东晨不卖了 真是什么 怎么回事 你 有什么事情等签约后再说吧 各位 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灵溪系列 在刚刚结束的 HRA国际珠宝设计大赛上 获得了优胜大奖 我们的灵溪 也已与国际高端展会 签订了合作意向 将我们的灵溪 推向世界 现在在大家面前的 就是我们的灵溪系列 大家好 我是英特尔布朗的 品牌咨询高级顾问 我们对贵公司 纽翁旗下的 灵溪系列产品 进行了这样的通过 综合产品的用料 工艺造型和理念 以及东晨集团 和获奖情况 对品牌的加持 灵溪系列的参考价值 是每套十九万人民币 什么啊 十九万人民币 十九万人民币 真棒啊 真棒啊 鉴于灵溪系列 品质较为深刻的内涵 造型 款式 都极易打动消费者 因此 灵溪系列 不仅可以占领高车市场 也可以 以变换珠宝用料的形式 以相对低廉的价格 占领中等消费市场 据我们估算 灵溪面试之后 将会促进 东晨公司的销售额 在现有的基础上 增长百分之三十 好 好 好 诸位 我是来自精神会计师事务所 是注册资产品公司 李洁 对于林总所提交的 有关东晨集团的相关资料 我已做了全方位的评估和准备 现在确认 东晨集团目前在市场上的价值是 六十三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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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董事 你们再好好估算一下 你们还愿意以极其低于市场的价格 出售东晨吗 林总 这是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 而不是你在这儿 收一些有待考证的数据 就能更改一程的 好 大家好 我是林毅总经理的律师 贵司召开的 关于出售东城的股东大会 违反了公司章程 各位的行为 严重侵犯了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将以林总律师的身份 向法院提起诉讼 驳回股东大会决议 太烫了 太烫了 这个好 太好了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李总 这什么情况 各位 借此机会 我还想澄清一下 已忘掉钻的事情 我们合作生产的工厂 生产的戒指 毫无质量问题 而门店售出的戒指 有十分之一的掉钻比例 我们怀疑 有人在运输途中掉包 故意陷害栽造 为此 与我们合作的工厂和东晨 已经联合报警 相信警方 会还已忘一个东西 已忘是东晨的明星产品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已忘自身也要不断提高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已忘系列产品的 新任设计师阿瑞娜小姐 这谁呀这是 新任设计师阿瑞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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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瑞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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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需要您回复你的股票 I think I know it's that we can recommend one of the best students to attend the recruitment conference Well that's great but we have a gifted student she's the one with the white jean jacket on Right over there I guess she must have been late for her exam You're right I cut her time limit in half but I can assure you she'll still finish first in the class Yeah that's amazing I'd like to hear your critique on this piece Sure Oh and please don't hold back I think Denica Study it carefully Don't be so quick to talk Okay William Well The lights are relaxed The arm is gentle and delicate It's a good piece However in the design of this ring I can see a lot of future series in it But it's not as clean and pure as the original which is natural and easy So I was wondering if it is a copy All right You can leave now Okay Excuse me Young people will often speak without filters But if you want an employee with excellent marks and who's outspokeness could prove to be a real asset to you Young people will often speak without filters but if you want an employee with excellent marks and who's outspokeness could prove to be a real asset to you Well the candidate Well the candidate should be chosen by your school that goes without saying So if you're determined to recommend her Then give it a try I will And for what it's worth You may not feel that she's right for you right now But eventually I think you'll find that The two of you will be a good match Good luck Because never had I heard anyone accuse me of copying my own work 大家好 我是Arena 零希后续的设计研发将由我来完成 我会尽我的全力让大家爱上零希 这次的主办第一在香港 我愿意作为零希的推荐人 把你们的零希介绍到评委会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如果你们能在这次比赛拿到名词 我会把一个人介绍给你 她是国籍著名珠宝设计师 迪迪斯的阿里亚娜 如果有她挂帅 我敢保证 零希未来走向国际 将事半功倍 你们说这个啊 是不是叫做绝地反击啊 用专业的名词讲 叫最后一分钟营救 对啊 说得对 对 好了好了 大家工作吧 为什么不提醒我 公司张成立 关于股东大会的条款 你怎么办事的 对不起董事长 她是有备而来的 搞得我措手不及 丢人显眼 我会不做的 我会做的事情 我会做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